先來做一個木偶人 木偶人 我應該用正視角 這是正視角 需要對這裡 對一下 Shoot A 拉一個頭 用UVSphere 還是IQSphere 用UVSphere UV可能會比較好 然後呢 再拉一個 身體 身體的話 應該用 Seerum的就好了 Cube Cube 拉長一點 好 先這樣 然後 腳 腳 也是用Cube嗎 你都習慣用Cube 因為Cube 比較好做 我手要做幾段 到時候操控會比較好 三段 因為上臂下臂還有手掌 上臂下臂還有手掌 上臂下臂還有手掌 所以我大概這樣做 然後Shoot A 不對 應該是Shoot D 這樣子 這兩支大小應該 一樣的話也可以啊 沒關係 也不用踩手 只要那麼細度是箱頭就可以了 OK 那這邊 最後一個我應該用 小一點的 小一點的 這樣子 OK OK 接下來我用腳 可是我是不是應該先用MIRROR 還是不用 不用MIRROR 簡單的東西先不選 沒有 這些製作那麼 左腳後右腳都可以 等一下這些它對稱把它 複製 轉換過來就好 是通常這樣做嗎 不是直停停的嗎 對 通常都直停停的 通常都直停停的 通常都直停停的喔 好像不太正 沒有 這個要AutoR 打在什麼 AutoR 隔檔是這樣 然後在R旋轉90度就好了 R90度怎麼做 你要一次R 然後90就好了 因為目前 旋90 OK 目前它是依這個四甲旋轉90度 好 所以直接按R90 好 那 所以我再複製一份 這樣夠長嗎 沒有 不夠長啊 通常對 會長一點 對不對 好 那這樣應該差不多了 好 再按 去的D 複製 下腿 一樣長 可以嗎 下腿一樣長 也可以走 好 那接下來 就再複製一份 腳板 腳板用這樣會顯示不出來它走路的樣子 對 所以我腳板應該用什麼 嗯 把它壓平就好了 S 然後中間 老師沒有 老師先按S 先按S 這樣滑鼠滾輪壓下去 滑鼠滾輪 滾輪把它壓下去 壓 又壓著 壓著 然後收了 喔喔喔 欸 有這個功能喔 嗯 它這樣可以啊 它往下拉 在那邊滑鼠的 喔 滑鼠滾輪 居然還有這個功能 對 這樣子 腳長太小了 對 這樣子 那再把它往前 往前 欸 欸 這樣 看它H間把它已經傳掉了 喔是喔 啊怎麼恢復 LTH 好 欸 那 我往前一點 這樣 會不會太前面了 沒關係 這樣子差不多 上半身再扁平一點就好 上半身 對 這樣S 然後 中間 中間 滑鼠中間 滑鼠滑下去 收下去 喔 這個真的很好用 好 好 而且手都製作出來了 那 老師 不是要複製對稱的手這樣嗎 對 那這樣就跳了它真是頭 然後 腳部分就直接把三個複製 然後移過去就可以了 嗯 B 這樣 然後 欸 老師現在有複製在頭 嗯 你頭部也有牽線啊 喔 我不小心牽到頭 好 好 這樣好像有點交 交錯在一起 好 交錯在一起 這個拉過來一點 哇 這樣 一點 好 啊這邊 我靜色九十度 是什麼鍵啊 我靜色九十度 對阿 老師 你先把他全部附進了 然後Shift D Shift D 然後 我看了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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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S軸嗎? 我忘記,因為它是一載入前的視角 應該是根據S軸 對,沒錯,S軸 欸,不對 我看,Z軸啦 Z軸 那個應該是Z軸 Z軸 欸,現在已經 沒有,現在還沒有 現在Ctrl力回緩就好了 要不要再整理整理一下 好,存檔一下 存檔一下 存檔一下 好 這個 N的 N的 來 好的 OK 那,建立一個新的 欸 欸 OK,好 Woodman 欸 這個 喔,這個 好 好 等一下 好,沒關係 Wol OK Ctrl-M 可是 A-S軸 Y-Z 選Z V Z 對,放棄 A-Z E-Z 就好 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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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Z軸沒錯啊 這個是Z軸 所以我Z剛剛沒打-1欸 奇怪我之前用字打-5 所以我應該按Ctrl M-Z-1吧 也沒用 要不然我直接按D好了 按下去Enter 按什麼 Enter 我直接把它確定 它快有不行 沒關係 那要先回緩吧 我們還是先把它回緩 回緩好了 先把它複製過去 直接拖過去 直接拖過去啊 因為我之前是複製一個 我還沒有試過三個 三個都用我對向 對側軸旋轉的 所以我還沒有試過 直接Shift-D 拉過去旋轉一下 R-90度 用R-90度 R-90度 現在是R-108 R-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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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208 模型做完了 修飾一下好了 怎麽樣修飾讓它 要全選嗎 全選沒有辦法 只能一個一個改 真的喔 我看一下 修改器 Modifier 在右邊 這個 先選 對 先選這個 好 用哪一個修改器 Subserf嗎 下面 然後把它修飾成原文文文 這樣 然後老師再把 我拖曳一下就好了 身體 用這種形狀怪怪的 這樣就OK啦 再ENTAB就固定了 其實要一個一個NO喔 還是不要 老是你現在就直接把它 這些Cube全部連結 合併在一起就好了 全部合併 Ctrl J 可以把合併在一起 然後再修改去就可以了 直接用 Subtipation OK 然後呢 我感覺還有點 不太好 你再把它修一下就好了 好 那修一下 然後 一樣按 現在是 現在它變成任務編輯模式 所以可能 老師要修改一下 修改也要按什麼 我們這邊只用鏡像就好了 現在老師都合併了 那只用鏡像的比較好 鏡像 鏡像製作 就只要製作一邊的話 另一邊也可以跟著改變 可是現在已經都全選了 因為現在你就選 按A把它起下就好了 喔 選鏡像 那就是一樣按修改期 老師你這樣子也可以製作手跟腳 這樣也可以製作 製作 好啊 就直接這樣 不用改 頂都只是把這個腳 比較拉近身體 比較拉近身體 就好了 喔 那個 這樣嗎 沒有 要選整面模式 好像沒有選到 那要滾人 就滾人壓一下 切換一下 這樣 這樣 然後力 力完再拉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一個 也不可以拉近身體 然後每個東西都這樣做的話 就比較天氣升級 嗯 可以製作 不然 這樣子的自動模式也可以啊 其他應該 OK啦 就這樣就好了 我們反正不需要做很好 好 那現在就這樣 按Tab鍵回來 好 再存檔一下 然後 開始要綁關節了 對不對 好 綁關節了 綁關節了 所以我先 再 直接按Shift A 加一個鼓架嗎 對 老師 如果你想要 你想要把那個準心嘛 那我 切完到原來的位置 你怎樣 按就好了 準心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控制準心 你要把它跳出來 好 下面有個3D設設 然後它 可以升 也不設為0就好了 哦 那它的準氣就會跳 準氣就會跳回來 準氣就會跳回來 那就好 然後 你加那個新生股價 現在柯色 哦 你說我所有的柯色 沒有 只是單單的那個準心而已 目前只是設計單的準心 這一個 沒有這個準心 哦 這一個 哦 了解 因為這樣接力鼓架 它比較方便 是喔 對 這樣可以接力鼓架 嗯 Shift A 然後 Armature Single bone 那我就從這邊開始 可是我現在就要拉 它的位置嗎 先從頭的部分開始 或者身體都可以 OK 這樣我看不到 好 所以我是不是要選 S-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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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ay在哪裡 S-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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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接下來 我要從這邊直接延伸嗎 按E 按Tab 然後按E 直接延伸嗎 這樣歪歪的 歪歪的 D 然後 Z 然後 E 這樣 這樣 這樣就好了 那 接下來的鼓架應該怎麼長比較好 先從手 手部分 手部分 那我應該從哪裡長 老師先把身體 我一開始建立的鼓架往下拉 這一個 噢 點血鼓架就好 不要點血頭 那邊是鼓架 頭 頭跟圍 這裡嗎 拉下去 拉下去 嗯 按G 拉下去就好 好 好 你說為了要跟它 對齊 OK 從這邊 從這邊延伸就好 點血 按E就好 C5的E C5的E C5的E嗎 對 C5的E 那我現在只按E 沒關係 回緩一下就好 C5的E是做什麼呢 老師 你要先點血這裡 這邊有鼓架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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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MIRR OK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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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就不用按X1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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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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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 X1 X2 X2 X1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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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3 把它合併 然後頭也是 頭也合併 這合併沒關係嗎 等一下製作也跟你講 Tab 然後前顯 然後西伏特G 西伏特G 是西伏特S 西伏特S 西伏特S喔 把位移變成0 沒有,把位移變成平均 平均對稱 這是什麼 Cursor to Center嗎 還是 Selator 以及它的面做平均 現在就判斷 它的整形是在這個位置 現在的Cursor在這裡 可是這樣子 我的骨架還是沒有對稱 那現在按Tab 進入物件模式 按Tab進入物件模式 晚上這邊有個Origin Origin 按下去 這邊 Origin 3D 按下去就好 然後再按Auto機 然後再按Auto機 就好 在這 對 對 是這樣嗎 然後老師再把骨架那邊 點Auto機 好 往下 暗環處中介 立軸 立軸對稱它們 這樣 這樣子就比較正 不過目前只是因為一開始 模型可能沒有對稱 對稱 對稱 對稱它 製作 所以可能就比較有一點 無差 沒關係 好 所以我再繼續從這邊延伸 按Tab 鍵進去 這邊 要按 下 沒有下 只要按E就好 這時候不用再按Shift了 是不是 立面也會跟著延伸 也是在兩個物件之間 這個時候在中間 這個時候在中間 就是手掌部分 多長都無所謂 多長都無所謂 這個時候不會影響 只要老師結合可以就可以了 OK 好 上半身這樣就好了 那下半身呢 下半身喔 那老師再建立一個骨架好了 不同的骨架 就是 另外一根嗎 只要老師把這個骨架 複製就好 這根骨架 一開始建立你的鋒 這一根 好 C5-10 複製 複製 然後對稱 怎麼樣 把它旋轉一下 旋轉一下就好 好 180度嗎 老師你先回反一下 回反 因為現在位置不太好看 好 那我幫你修個D 180度 先不要 好 現在沒有複製 因為一回反 他就回反到複製 成 他就回反到複製成 好 那我幫你修個D 好 180度 好 那把它拉下來 現在是這一根 這一根 我把它拉下來 等一下 現在是 D D 對 老師你還要不太喜歡 因為滑鼠 那種中間壓下去 就有物件移動 欸 滑鼠中間壓下去 對啊 滑鼠這個壓下去 它就會 一旦你是選擇 X還是YD 就有那種對稱移動 哦 是嗎 滑鼠的中間 壓下去 這樣 你要先按機台 有辦法 你要先按移動 然後呢 中間 目前這也可以是 對啊 滑的話只要按滑就好 D 哦 是喔 滑鼠中間壓 剛剛滑鼠這樣不然還沒有生產 好 這樣是 D 好 咦 又滑掉了 等一下 按 這一根 好 這裡需要一根嗎 不用 把這根收起來就好 把這根收起來 好 往上 這樣 這樣就好 好 現在老師可以延伸製作腳的部分 製作腳的部分 要怎麼延伸 延伸這裡嗎 要細乎等一就好 對老師你先 好 你先把那什麼下的視角先按成真視角好了 切換成 直接一 然後換它一點 也是一樣 細乎等一就可以了 等一下 我按錯了 我直接按了一 也是一樣 對身拉出來 這樣 然後再 按 這樣 換 換 換 這樣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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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Kant 剛剛 免 這個 單 免 這 是 分離 是 第二個 按 凍 LTP Disconnect 然後現在骨架 然後老師就這手點選骨架的頭 上面是頭 然後把它往右邊移動 沒有 現在沒有 現在是點選到骨架 現在要點選到骨架的頭 選到骨架的頭要按 按Edit Tab鍵嗎 按G就好 按G就好 可是我現在有點到嗎 有 有點到 我點錯了 這個才對 把它這樣拉拉拉 這樣拉的話就比較對稱 然後腳部分就只要按一一延伸出來就可以 這可能要調一下 為什麼我們覺得好像不是很對稱 一開始自動模型 像骨架畫面的話都是對稱的 然後再把假顏色出來就好 再按E 到這裡 按E 這時候到這裡可以嗎 太強了 要再大一點 老師 你要先製作基礎的骨架嗎 還是說要直接做RK骨架 把全部都做出來 要做全部啊 那算老師先做基礎的 好 你先回緩一下 回緩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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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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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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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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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切換到物件模式 然後按這個 先按物件再按股價 要先按物件再按股價 物件按股價 Ctrl P With Automatic Weight 可是我歪歪的可以啊 先操控股價 操控一下 那先按Post Mode 然後呢 這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板地的時候 沒關係 這時候我們只要把它 可能會比較好換點 我們切換到編輯 剛剛那個是為什麼沒綁好嗎 算是沒綁好 因為這什麼 老師現在可以看到 骨架 骨架板地的部分都有收到其他物件的牽扯 這時候只要把它 把它全部塗掉 塗掉是什麼意思 塗掉就是把那邊 你說現在這根骨頭跟這一個綁定了 你說現在這根骨頭跟這一個綁定了 然後 然後其他藍色的部分是沒綁的 我只要把它清掉就好 對 對 對 老師再把它清掉就好 這樣可以了 這樣 這樣 這樣沒問題 好我來綁 等一下 我看不太清楚 現在 我們現在到底在綁哪一根 對 老師 剛才我們先把它這樣綁 等一下 你現在重新打入檔案就好 喔 老師現在重新打入檔案 關掉 沒有 讀檔就好 重新開物件就好 重新開 OK 老師我們直接把模型每個都分開好了 現在也比較好製作 老師就一個一個板定了 我知道意思 可是 OK 也OK 好 先做新的 新手在用的 OK 先選模型吧 好 先選模型 好 好 好 先選模型 先選模型 把這個 把這個 Tab 好 Tab 你要把它全部分開就對了 好 全部分開 老師可以 嗯 對啊 可是我覺得 我想學的是那個 你剛剛那個 是喔 嗯 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即使在綁定不是這種分離的人 嗯 因為分離的人很少嘛 對啊 分離的人是很少 對啊 應該說是沒有人會這樣做 對啊 那應該是用綁定 你剛剛那種方式比較對 嗯 可是老師 老師這樣每一個都清理 會很久嗎 不會啊 因為老師他這幾個部分 一下子就好了 那試試看喔 嗯 那所以我剛剛 一樣按身體 再按這個 然後按Ctrl P 嗯 然後用Automatic Weight 對 好 這時候我已經綁了 然後 但是 點骨架記錄到這麼 點骨架看看 點骨架看看 記錄到骨架 是 然後拖一看看 怎樣 再拖 因為拖再點 目前可能是腳的部分比較有問題啊 上半身都沒有問題 嗯 上半身沒有問題嗎 看一下 欸 上半身看起來是ok的 腳比較近對不對 嗯 所以腳其實應該用 開 開大字模式會比較好 對啊 可是大字模式下的話 說真的 不太好查看 OK 對 老師 對 現在就把你的 這個 點鞋的骨架 這個 這個 要分離一下 點選這個 這個 AFT P Disconnect 把它拉出來 對 對 把它拉出來 等一下 我不確定我到底點選到哪裡 不知道 不是 點選 啊 點錯了 這個到底有沒有 沒有 看下面有 如果用R或L的話 就是左跟右 看一下要 按哪裡 繼續點 繼續 按G嗎 沒有 先點 先選骨架 現在還是選擇看那個鞋骨架 繼續點 沒有點到 我怎麼知道我沒有點到 我是看下面的名字啊 判斷的 喔阿 可是它都是ArmuchoBomb 可是它都是ArmuchoBomb 不是嗎 等一下老師你按滑鼠左邊 要按右鍵 OK 喔這裡啊 欸為什麼它自動 喔因為我們剛剛用 欸它怎麼自動知道 可以耶 現在移動就好 等一下它怎麼自動知道我的Bomb是左邊還右邊 嗯它會一頁開始的時候 一頁開始的時候 目前我們手看的 然後判斷說 人物是那種左跟右 這個沒有 這個時候你也要看你複製的環節 你複製的環節是哪裡 可是我們剛剛根本沒有設名字啊 對啊 老師沒有設名字 可是它這邊會有一色的啊 你有 你有時候那種 左邊不一定是真正的左邊 反正它只是一個對 對稱的那種骨架就對了 所以我這邊 它這邊會有對稱的 只有Bomb001而已 不是吧 Bomb BombL 所以我用ShiftE拉出來的對稱的 全部都有左跟右的秘密 喔 ShiftE拉出來都會有左跟右的秘密 可是我怎麼只看到幾根而已 對啊 老師只有 1234 只有四根而已啊 002是甲部分 然後為什麼 BombLR是 左手跟右手的部分的組織 然後 老師你再按 這個還有紙袋 喔難怪 這個還有紙袋 喔 了解 按G 把它移動一下就好 好 按G 我現在是 老師你剛剛選到 對按G 這個 拉空把數就好 這樣移動 右邊右邊 拉空 再移動 這裡 ok 這樣子動作比較不會有問題 好 ok 現在老師要把那些 有千年大的都要把它清掉 ok 所以要POSE模式 進POSE模式 進POSE模式 然後呢 然後呢 點選 骨架的5件 5件 5件 POSE我點不到5 5件 好 那Ctrl TAB Ctrl TAB 嗯 好 這樣可以了 喔 Ctrl TAB 進入WidePlan了嗎 對 那現在我是在綁這一根嘛 對不對 嗯 所以我要把其他的 通通塗掉 對 所以要把Wate 調成0 Wate調成0 嗯 0 對 這樣嗎 然後Wate我翻邊去 你把他的強度 就調成1 嗯 強度是什麼意思啊 強度就是 什麼 嗯 老師可以試試看 你現在那麼 強度是1嘛 你現在隨便點一下 點一下 點一下 嗯 用圖的 用圖的 沒有 現在是0 現在是0 現在是奇象 就是強度 然後就是重量 嗯 然後你現在把重量調成1 喔 重量調成1 嗯 你現在調成1 然後你隨便去點一個面 看看 然後 按一下之後 它就立刻變成紅色 是因為 它現在是強度是1 所以 1就是選擇 然後0就是清楚 是嗎 嗯 OK 然後你現在把這個 強度調成0.1 它塗抹的時候 會是淺藍色的 不知道老師怎麼看 它塗抹的時候會是淺藍色的 淺藍色的綠色 你塗抹別的綠色 就可以 看不出來 有啊 有 所以就是它的強度 這個是它的強度 然後你一直按壓下去的話 它可能會變成紅色的 一直按 一直按 它會變成紅色 只它強度變為1 不過要按很久 開始變黃了 嗯 變黃了 然後慢慢會變紅 不過這樣子不太好 所以我們直接把強度 調成1或0就好 OK 調成0 調成1 然後再把位特調成20 因為我們現在要做的是清理骨 這麼多 OK 我現在要清所以我一直按就對了 壓著塗抹就好了 壓著塗抹就好了 壓著塗抹 OK 清好 其他部分 還有左甲跟右甲那部分都沒有清掉 這樣 我怎麼知道它有沒有清到 老師可以把這個 嗯 先把骨頭拿掉嗎 欸不對啊 骨頭是可以隱藏的 老師可以按 點選其他骨架 點選 嗯 直接給一個 啊 H就隱藏 H 嗯 然後其他也一樣 然後 大時候你想要跟我 清理那個骨架部分 你就把它 好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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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等一下我到底選到誰 這個 老師選到夾底板 夾底板 啊 可是它後面怎麼好像也被我選到了 沒有 有沒有 好像後面也被選到了 它會亮起 OK 現在開始清理 現在開始清理 可是它都是藍色啊 沒有 填選這個 填選這個 喔它紅色了 它有些淺藍色也是有受到影響 喔 所以這個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這個也會受到影響 用抹的就可以 嗯 所以這邊也抹掉 有些 有些角度的話 也是有受到影響 所以要轉一下 或 或 按機移動 轉一下 嗯 轉一下 看一下 有沒有其他部分 也有受到清理 如果沒有 可是我這樣很難轉耶 你看它轉 轉動方向 怪怪的 上面裡面 喔這裡 喔所以整個轉轉看就對了 那這樣 所以這樣這樣清理 這樣清理量花滿久的時間 OK 啊可是反正我們只有兩個角要清理 對 只有兩個角要清理 沒有 沒有 這根骨架清理完之後 沒有 這根骨架清理完之後 Auto一起把其他骨架也架出來 喔 LTH 取消隱藏 對 取消隱藏 好 那我現在換另外這根角 對 每個都這樣清理 OK OK 那我現在是選 那我現在是選 這根角 然後它的紅色跑出在這裡 但是這邊 其他的要隱藏一下 就對了 對 沒有 把它收到 受到影響的部分 可是我現在是應該要先把這個隱藏掉 對 按H 這個也按H 按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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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選這一根 這裡紅色 都有 這裡看 不是很出來 對 范老師可以按Z Z 這樣就看出來了 這樣會變晚隔鑽 顏色會比較清楚 喔 可是這樣看起來好像好 應該是好 應該是在夾底板的部分 這裡嗎 這裡嗎 好 這樣就好了 好 我剛剛看一下 還要補一下 不過目前只有夾底板 會說要簽連 好 那我們就可以再Pose一下 對不對 沒有 現在已經是Pose 然後就可以移動看看 按G 按G 這裡夾底板 還是在簽連 老師在夾底板 AutoH 要塗掉 加簽連 AutoH 可是我應該先把它塗一塗吧 沒有 老師已經塗掉了 已經塗掉了 為什麼它還會受簽連 因為 左夾的夾底板 簽連了 右夾的夾底板 喔 是因為 腳底板簽連著 目前 所以我要按AutoH把它叫出來 好 所以它還 這一塊還有簽連 好 難怪 所以我夾底板簽連 那我一樣 要清除 我就要清除 然後 所以 我現在就按這樣 把右夾的夾底板有簽連不會清除 可是好像清除 不是很清除 是嗎 後腳跟它是有的 老師可以邊緩大邊清除嗎 邊 就像 我用一下 就像這樣子 就像這樣子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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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根 好 按1 這樣子 那千萬在這個視角 把它全部清除掉 現在移動的話 現在移動的話 就比較 現在移動的話 這一隻腳沒有發現 這隻也是 這隻也是 ok 所以我現在再換這隻腳 這隻 然後這裡好像有點藍色 是不是 是這個原因嗎 這樣清楚就好 可以有些角度也是一樣 這樣就好 後面 那個角度咧 看起來 ok 然後老師現在可以動 看這什麼 小腿 老師可以動到他小腿 他移動小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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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小腿 移動小腿 沒有了 好 移動小腿 沒有了 這樣就挺好 好 他移動小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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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手跟壓 喔 手跟壓 手跟壓 欸這裡好像有牽到 有 那這邊有的話 你要把它除掉 所以我現在選這一根 然後他有 可是這很難塗欸 我有什麼辦法 欸我可以把圓縮小對不對 欸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圓縮小 塗抹的圓 塗抹可以啊 好 好 這樣就縮小 我就不會塗到別的地方 OK 看起來好一點 背後應該也有 看這樣 喔喔真的 真的看 現在動不動這隻手 好 不是很清楚 欸這裡好像有一點點 沒有 沒有沒有一點點 所以我 那還有一點 這裡 大概在這邊 看不是很清楚 所以前部塗抹我一下後 這個實在也沒有 要把老師的多一下就這樣 他就這樣 這邊應該會有 這邊應該也有 轉過來 頭部 現在這個應該可以動動看 欸有耶 前面 在哪裏 再來看頭的部分 我跟身體有牽到 所以就這樣 看不太出來 轉轉頭 好像沒有了 手也沒有 OK 沒有了 太棒了沒有了 好 這樣應該OK了 就前寫Auto G 把它回路延伸 就好了 重選 Auto G G R 回路延伸 等一下 切換回來 好 這樣 第一段 先錄到這邊 先寫一下 快點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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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